如果说咱家白娘的体型算是比较胖的话 那么咱们体重的肥胖程度的话绝对算是重量级的 这个小东西呢现在虽然说只有个700克 但是这个东西它鳞片的话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了呢 如果说咱们视频开头白娘的鳞片是粒粒分明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鳞片 这这一时间我不知道有什么形容词去形容它的鳞片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肥了 到现在的肥肉都已经直接把它鳞片给顶开了 这样子看也许不太明显哦 但是这样子看就非常的明显了 这我把它放到实浪盘的话我就跟盘一根水果一样 但这可不是好事 如果说明天发生季节的时候 它体质比还是这个比例的话 那就会非常的危险非常容易卡蛋 卡蛋的意思呢就是难产 一旦难产后果非常严重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必须得给它减肥了 之前咱们铁柱下完蛋它只剩下个450克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只用它两个也就秀一身回到了700多克 就特别的离谱 不过咱们话又说回来 哦这根水果啊不对 这铁柱的话它颜值还是相当的高的 虽然说肥可能是有点小小的肥啊 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颜值 特别是它的侧颜啊 就特别的fishing特别的zoy 而且它以前的时候还有双下巴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它双下巴突然没有了 可能它双下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好了说正式 咱们今天的话是要给铁柱减肥的 是要给它制定一个减肥计划的 给它运动减肥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铁柱这个计划它居然放养出来 它也不带动的 动都不带动的 所以 更不要提给它运动减肥了 看 它现在投放盒子上面呆了一小会 它都会觉得累 它都想回去睡觉 所以说 咱们就只能从它食物里面入手 这个小家伙呢 最近是四天吃一顿 一顿吃两只老鼠 一只老鼠是30克 既然要减肥的话 首先 咱们就只能拉长一下它喂食的时间 咱们直接给它半个月吃一顿 一顿吃一只老鼠 确保它不会饿死 那就没问题了 铁柱哦 你不要怪为父 这真的只是为你的身体着想 并不是说就让老鼠涨价了 不舍得喂你 你看你的身体都已经肥成什么样子了 这我之前说你像条水果 那可能说得有点保守了 现在这么一看的话 都挺像轮胎的 所以只能委屈一下你 控制一下你的饮食了 等你的客树回到正常客树的时候 到时再回复正常的喂食 这样子 不然就你身体变好了 我老鼠钱又省到了 岂不美哉 简直双赢 这很棒 住口 无耻老贼 岂不知天下之人 皆愿生蛋你肉 俺敢在此饶舌